昨天晚上那个David给我打电话,他拿到offer,我首先 表示这个congratulations,非常好 这是基本上是,也算是一个喜事吧,是吧,offer总是好事情,让人心情愉快 那个David说,David给我说,老师啊,我真是皮皮踏踏的,我也没怎么,他给我说的啊,他在线上 我就这样的很轻松的就,反正就在这过程中拿到了,我说你好像很有钱嘛 因为不在意,然后他最大的喜事是David要当父亲了,然后太太12月份生孩子了,非常好,我也很为David高兴 然后那个是1月9号上班,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offer,虽然它是个contract,但是其实对一个人的这个锻炼,我们也昨天也在看了一下 对一个人的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进去来take a look at,整个一个梳理一下,他现在这个企业的 CRM的一个解决方案,他首先第一周要评估他整个的这个 这个下面的他的整个工作量,是吧,就只要从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来对这个系统整个梳理,这是一个这样这样一个工作 非常好,对一个人的这个 成长,是吧,这个非常非常有好处,因为有个更大的一个视野,而且他能看到 这个企业现在的 CRM实施的方方面面,这是非常好的,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之前那问我有什么要准备的,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准备的 只是需要对把我们这个CRM这个知识体系 是吧,再去 完整的再去过一过 是吧,然后到那个到那边工作 我觉得 当然你开始工作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就工作的兴致来说 我觉得 That's OK 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不可预约的挑战 是吧 是这样 所以说,踏踏实实的好好做父亲了,是吧 然后等这个欢天喜地的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吧 啊 非常好 非常 Congratulations 啊,我看那个 这是一个 那那上面上星期最近我们几次了,对吧 这个上星期也是比较热 是吧 我们有好几面试,我已经数过来了 说实话 那那么说,我说上个星期,可能我们的因为三个嘛,都到最后阶段了,应该都有 没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另外两个也都没有问题 非常好的职位 我就想给大家说一下吧 是非常好的职位 刚才之前我们在这个,在这个 Session之前,我们有个交流 大家都基本没问题拿到了,是吧 工资啊,待遇啊,只是不太满意 其实 其实,其实我觉得挺高的啦 我觉得7万5啊 这种这种东西都是很高的啦 是吧 我觉得那个 还有一个 对offer来说,有的 它是这个 就是那个一波一波来的 所以千万呢 不要他犹豫 该拿的就得拿 免得这一波过去了 一下就 就到一个空档期了 是吧 那个感觉不太好 不舒服 所以这个 这个是该拿的就拿到 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拿到这个 这个offer,而且这个职位挺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职位 但是当时那上次我们在谈到 如果你像当时谈到,问到 刚才我在路上也在说 当时他问到你 SAP Salesforce 和Dynamic Sam 他们之间的优劣的时候 我说你一个人 就是你作为我们的一个 那个candidate 能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 是相当了不起的问题了 他一下子让他去 可问他 你很牛 是不是 这是三个最重要的 SAP解决方案 所以说那个面试也非常的成功 那现在我们 那现在还有另外两个面试 是吧 那么好了 那个 我们希望下一周 我们会有一个 你要把这个明确的结果 你做了 你接收了哪个offer 是吧 他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 了解这个offer的details 但是你给我们一个 Think 你是怎么这么牛的 然后你三个面试 就三个offer 是吧 是三个面试吧 三个offer 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 其实 我也想在里面 学 啊 我也想从里面受益 是吧 这是这样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同学也很厉害 呃 我们是 给我打电话是在 礼拜五应该是 谈package了 是吧 谈那个composition了 跟那个 HR在美国 跟当地来谈 但是当 刚才 或者是 这个礼拜五 或者下个礼拜一 所以这个 我这个基本上也在我们口袋里了 就这样一个possession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possession 这家公司呢 也是很不错的 微软跟那个 那个那个 爱森哲的一个合资公司 Wonder 这是非常好的家公司 实际上这个非常有前途 而且这家公司 我了解 它是一个成长得非常快 你知道吧 微软是 微软是一个software company 以前他觉得他很牛 他根本不屑于做什么service 但是但是爱森哲是世界第二大的 consulting company 第一大是谁啊 大家知道吗 第一大consulting company 就做service IBM IBM没错 IBM IBM 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现在再当成一个什么软件 什么硬件 硬件 硬件他偷偷的把那个service 和PC Server PC 都卖给Lenova了 然后他现在是转型 早就转型 service了 面向service 所以说IBM是最大的 我觉得以前HP呀 还有那个美国 那个那个印度的那个 Infosys 是吧 还有那个爱森哲 我觉得爱森哲应该是第二大的 所以说爱森哲他这个做 consulting做得非常资深 做service非常资深 那么那个 Microsoft的做软件开发 他创造的 松产业第一的 所以这两家公司 是强强联合的 发展的非常快 发展的非常快 我就 13年14年的时候 他们给我接触过 来了一群人 但是你看现在他这家公司 是遍布全球的 因为我们那个同学 他是 HR在美国打过来的 知道吧 而且整个面试过程中 只有最后一轮 谈这个offer的时候 是在本地的 其他的有在 Montreal 都是这种 这种方式面试 所以这几家非常 有前途的一个公司 而且他是做 Consulting的 做service 而且 跟 基本上是基于Microsoft的 这个技术体系 所以说 当你跨着这家公司 而且那个offer是 Senior来我的 Senior的BA 所以说是这样的 非常棒 非常棒 你们这个 你们 我们 我们同学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说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希望下一周 然后我们下周还有一次课 但下周他这个学校开始装修了 所以下周的课上 下周的课我们就在再现了 然后下周结束之后 然后我们就到一月份了 就是我们停两个星期 大家去过 过省大了 那么说我们 会有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束 下一次 在此刻我们会把这个这个轮的 这个SAM我们结束 包括interview Question等等 然后还有一个 那我们就 我会 敬献心来 我也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来规划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Stand for IT 明 明年是什么样子 我们会有一个 更大的发展 这上面 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个我会 我们同学会有一些分享 如果在合适的时候 会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主要是 把你们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你们的求职面试 你们是做的什么样的准备 还有面试过程中 你总会被挑战 你是怎么来应对这种挑战的 或者有的问题 你不能answer 你是怎么来 来跳过去 还能展示你的professional的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我们要 希望我们能愿意听到的 大家 还有一个 你是怎么有那么多一次次的这种 面试的机会 这是哪来的 是不是 这怎么 怎么才瑞士号的你呢 是吧 我就说 你的marketing是怎么做的 就是你知道 这个这个方面 到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 让大家都受益在上面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model 还有这个 最近我们也有同学给我们提建议 就说我们需要 的一个社区 其实我们这是一个社区 但是这个社区 我们需要再有更 更有利的这种 联合力 platform 所以说还有这个 下下个月的 我们再在一起相聚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 我们的一个 一个我们内部的一个论坛 在这里面 我会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上面提出任何的问题 然后呢 我会在 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我们的老师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 那这个论坛 我们的老师都在上的 我都会在上的 任何的问题 面试求职 包括你数据的问题 CM的问题等等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上面来回复 而且我我也会邀请我们就是 工作工作了 已经工作的同学们 也在这个轮团里面 他们可以把他们一些 工作中 最新的一些体会啊等等的 都可以在上面分享 好吧 然后这个成为我们内部的一个 知识体系 一个知识库 一个大家互动的 一个收受的 一个 network 那么我我们也 并得一种 就像这样一个体系 就说 你们都会工作 你们周围都会有涌现出新的机会 当你们 首先考虑这种机会的时候 是这些人 是我们这个群体 是吧 我们还会有新的 新的同学们进来 是吧 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 这个 职业的这个圈子里头 这是我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建议 在下 在 就是我们在 明年的 第一个周六的 那时候 我们再相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论坛会起来 啊 然后在里面我会 那样的话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 包括大家所有的问题 你可以列出来 你要列出来最好 还有一个 我就说大家你要问我问题啊 他集中在一起来问 知道吧 集中在一起来问 我来给你来回答 我可以用 你要有那个论坛之后 我可以给你手动来回答 我也可能 基于你的问题 我说一下 对吧 我把那个视频 link给大家 啊 因为你的问题要列在哪 是吧 然后这样 这是这样的下礼拜 这是一个 一个model 还有一个 我在这里面 我再给大家讲几个问题吧 因为刚才 有有几个问题 我上次同学们提到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你比如 刚才静在这问 就说上次duntime 就谈到duntime 是不是 又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同学在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他 哦 那个dunt怎么办 是吧 当时上次我们回答的是 那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设想 应该怎么样怎么办 但是进去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就是说 呃 其实 Microsoft 就是说在这个运维手册 还有相应的运维手册 其实它在上面严格规定了 一旦 你的SAM 模型 当机之后 应该 1234 是吧 那这个 那这个是不是 我们那样的回答 是不是有问题 那当时我们在这个会前我们来考论了一下 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我们要expect对方问任何相关的问题 这个相关的问题和不相关的问题 虽然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同学们面试基本上是几大块了 BA Developer 还有project manager 还有consultant 那个specialist 是吧 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机制体系里面 我们没有cover administrator 和没有cover same operation 是吧 但所以说理论上说他问你这个问题他是不会 你你是你可以不用知道 因为你不是做那个运维的嘛 所以说但是我们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问你的问题是比如做BA的BA的Lead的或者DeveloperLead的 他一般的他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可能是他真的遇到遇到过一次当机 他就来给你来探讨怎么办 所以说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当然有些有些hints就可以了 你说我这样是一个过程他很没算是因为他也会这样考虑的 但是如果面试你的人 是做administrator的做operation的 那他可能问你他希望看到的你是123 应该怎么做应该按那个手册来说出来 但是这种情况下非常非常少 知道吧 因为我们面试的方向不是这个方向 所以说我们面试的职位他不会expect 我们会需要了解我们在这个微软提供的这种运维手册里面所定义的1234 每步的对吧 他还是一个generic的一个沟通交流 但是为什么他会为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我我也在面试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吧 我昨天当机了 大家的这个声音很大 把我捅到老大那去了是不是 哎我就问一下要当机了怎么办 是不是 还可能是这样一个场景 所以说 不要太在意 我们的知识体系应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大家也许在面试中还会用的新的问题就带过来 带过来然后来丰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面试的一个 一个 一个question list 是吧 是这样的 那那天 比如Wendy有一个面试 我说他那个人家问到这个问题啊 我说你你说你都搭上来 很make sense 的话我说你就很强了 因为这样的问题回答 确实不是一般人 能有能自信的去回答的 就是这样的问题 就说啊你用过这个CAM CAM 又有这个Dynamic CRM 有Selfforce 有SAP CRM 他们之间有什么优劣 不同啊 哎呦 我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不是一般人能回答的 你说是不是怎么回答 所以说那个 那那那我就是说 其实我在2014年刚才的路上那个我带那个 Melody的时候他也问了就我说我在2014年讲那个CAM那个实力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到了 这三个平台有什么差异 有什么异统 但是我现在大家给他一些 因为他比较大 我做详细的比较 其实那个 我大概给大家给大家说一下这三个平台的 大概的一个状态 是吧 那个 大家都知道SAP吧 SAP是一家面向这个企业 解决方案的一个公司 他做的非常成功 他最起家是通过ERP来做的 他总部在德国 了解吧 所以说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的500强企业 大多数 都是使用的SAP的ERP解决方案 他不但提供相应的这种解决方案 而且他把这个 他的这个就是顾问服务啊 推出了一种新的一种模式 专门是为ERP CAM来解决 来提供这种顾问服务的一种 Message Doge 如果是你你们做过SAP就知道他他有他的一个顾问体系 知道吧而且他差值得非常非常高 他的那个SAP的这个顾问差值得非常高 是吧是他这样的 呃 那那我他主要是后台 我们叫ECC 他是大量的 他是很多很多的模块 Module 来提供 所那个叫我们叫 FUN的ERP解决方案的 这这里面包括finance呀 包括那个logistics呀 包括inventory呀 然后包括你的manufacture呀 是不是 很多反正 还有三个part的这种 这种这种 弯的的管理呀 其实他 后台组成了一个 你可以用他 他后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 ERP的解决方案 SD呀 等等等等 FICO啊 是吧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体系 他这个体系 他非常中功 他几乎就是我们世界五百项企业都在用啊 大多数百分七八十都在用的 那他还有一个体系 就是叫ICP的CRM体系 就是我们现在就谈到了比较ICP 他这个体系 呃 他出来的时候 你说他成功吗 我现在看到ICP的CRM体系 他有点没落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两个这个这个我用啊 我以前有个团队呢 专门在上面做开发的 他有点没落 因为以前比如在lunow的时候 我又给大家讲个实例吧 在lunow的时候 呃后台全是SAP的解决方案 就是整个的全球的供应链系统 全是SAP解决方案 了解吧 然后呢但是你在这还有一个planning 他就利用了第三方解决方案 但其他的全是SAP解决方案 前端的那理所应当的采用 SAP的CRM解决方案 对不对 那么在在我们lunow SAP的解决方案很大很大一块 就是service 等会我再讲一下大家以后在面试的时候 那那CRM我是怎么来展示项目 是service 那这个这个很大 就是那个你想想那个lunow全球的 那个包括他渠道 销售渠道 还是service的管理 都是用CRM来实现的 呃 他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首先SAP 是用着用的那个SAP的一个specific的技术体系 他也是用upup来开发的 他也有UI的开发 他也有后台逻辑的开发 然后呢 他有最大的优势 是他跟后台的他的ERP系统 绑定的就是无缝的集成在一起 知道吗 那你想想很多企业 他后台都是用的SAP的ERP系统 那么说那自然他想到上 那个SAP的CRM系统 但是他有个最大的缺陷 这个缺陷在我们再走到后来就知道了 当时当时我们的一个最大缺陷 一个是他们 他的那个resource很少 他没有足够的expertise 了解吧 那时候我在我跟他那个从德国来 他派的一个那个 就他那个account manager跟我说我说我们需要人 他说哎呀 他说所有人 他说我所有的SAP的这个expertise 全在中国 我说哎呀太好了 对吧那很容易掉过来 他说我所有的SAP expertise 全在冷冻我 知道吧 是这样 是这样的 就一个是很缺 但是后来我们是在运行过程 我们发现他有最大的问题 一个是他 他最大的优势跟后台绑定的很紧 这也成了他一个最大的劣势 他很难跟其他的产品集成 集成起来很困难 了解吧 非常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 他的cosmization 太多太多了 那导致这个原因的这个原因是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我们的expert 这个expert不够 是不是 本来是可以用他out of box来实现的 我们都去cosmize了 去到后面去coding去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这真重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都有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呢 他本身这个平台 就需要你有一辆大量的这种cosmization 了解吧 他后台的压批系统很很棒 因为他按照行业 按照那种 它划分了很多的这种解决方案 他很容易的去rollout 对吧 但是前团的 前团的 SAP-CM 它是per-out Industry 所以他这个产品就是这样的缺陷 他需要大量大量的cosmization 好 那这个 这是一个就这一点就足以让这个SAP-CM很难使用了 为什么呢 我们那个团队 整个CM团队大概20多人 包括开发就更多了 在run到大半年以后 这个平台已经它的performance 已经不能再接受了 了解吧 已经非常非常慢了 为什么呢 大量的code堆积在那了 大量的code堆积 它不但增加了你开发的life cycle 增加了你开发的efforts 也增加了你开发的以后的运维 大量的bug出来对不对 然后呢 包括你以后的enhancement 你以后的upgrade等等等等 所以说 那这个怎么样呢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现在 Lenova也许不再会不再用SAP-CM了 了解吧 它可能用的是salesforce 那有可能转到benami-CM 了解吧 因为它大量的cosmization cosmization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告诉你 就现在我们从现在讲 我说开发 是万不得已才发生的事情 cosmization是最可怕的事情 它不光让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大大的投入 而且为以后长期的运维管理 包括以后平台的升级优化 都会带来巨大巨大的问题 了解吧 这是 那这就是SAP-CM 是不是 万点 Salesforce 好了那现在是salesforce 对吧 那个非常好 所以好了我们跳到salesforce 跳salesforce 看我们 我其实这个问题就大家也了解 三个最主要的sap平台 还有oracle平台 那它是零碎的 是吧 Salesforce Salesforce 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 它是 我们我还是谈到 就是谈到cloud 对不对 有两个pineer 一个是amazon 是不是 amazon AWS 还有一个谈到cloud里面三个层面 这个大家要知道的 一个是infrastructure as service 对不对 一个是platform as service 那我们same在那个层面了 software as service 是不是 那那个 amazon 是platform as service的一个pineer 只有他认证了 这个这个model是work的 而且是很有很好的商业模式的 你看现在不得了了 是不是 现在现在大多数人们谈到cloud 大多数都是基于这个层面 infrastructure as service 就现在的人们这个观念还是这样的 知道吧 那个 platform as service 就在上面 你可以做你的应用程序的开发了 是吧 那在网上走software as service software as service 谁是pineer Salesforce 他证明了 software as service 是可以工作的 这是Salesforce非常了不起的 是吧 而且他是提供这个层面的 CRM解决方案的 好吧 这个 这个大家了解 那他也在 他也在 不断的在完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企业 但是Salesforce有他的非常好的优点 我告诉你Salesforce 他有很多template 他可以说 他的一个口号就是 我去跟我的cosm 去见面 我现在了解你的需求 大概的需求 我可以在第2天 就给你一个原型 让你看到我对你的一个 一个pro concept 一个原型 一个demo 是不是很快啊 所以说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 他在累积了很多行业的 这种解决方案 而且行业 不同行业的这种 是吧 不同行业里面的 每一种应用体系的解决方案 这是这家公司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而且这家公司 证明了 我就是software service 是工作的 非常非常好的 是吧 这家公司 而且他在他 他也是分了 他在他的 头脑里头 他infrastructure 他不提供的 他就是 platform as service 他叫foss foss.com 所以他也可以基于foss.com platform as service 这个层面 你来做 build你的应用开发的 不是光做CRM开发的 在这个层面他也可以build你的应用开发 这是第二 还有一个 他对对对对那个 解决方案 非常的快 而且他有 非常充分的累积 就大量template 可以快速的 配置 他也叫provision 配置 你的solution 让你快速上线的 这这都是他的一个 非常优势的地方 但是 我们看到他的一些 他的劣势是什么 在我看来 他的劣势是什么 一个是他是一个 一个独立的公司 他的一个 他的技术环境是完全 Salesforce specific Salesforce 是一家 还不是一个 特别大的巨无霸 是不是 那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层面 有两个 两个trend 达着麦特 就是我们一般是以这个 程序开发这个层面 一个是 Cshop层面 Donet层面 还有一个就截图E 就是那个 这个层面 而那个Salesforce 他是自己的一种开发员 自己能够一种开发模式 而且 他的那个 他那个学起来很快 他也是就是跟 Java跟Cshop很像 但是他非常specific 说他自己的 而且 还有一点 Salesforce 是主要提供 CM解决方案的 是吧 他是就是focus在这个体系上的 这是他的 他的产品是一个精品 他也是有很多mata data 他是通过provision 来快速的provision 你的系统 一个Sales 一个系统 然后你在上面再做进一步的customization 进一步的开发的 但是他可以最 你最快的时间 让这个系统为你work了 还有一个他的开发周期很快很短 这都是 非常agile 是吧 他是非常agile的一个猫笼 这个是这样吧 你是这样回答他们吧 是 啊 没有你这么详细 我知道 因为你到时候你们再去回答他 你们当提点就几点就行了 是吧 因为我是在给大家来讲这个东西 没问题 是这样 好这Salesforce Salesforce很棒 但是呢 还有在云端Salesforce占有力很大 是吧 这个是这样 在云的解决方案 那Salesforce和Dynamicium是两个例的 绝对的 你在那个你去看那个Gunner那个向线 它是绝对的第一向线 两个例的 那么看看我们Dynamicium Dynamicium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Salesforce 当时因为他Dynamicium在Microsoft的在推出Dynamicium 他也是先收购一下公司在上面在在做进行的开发的 现在形成了他一个Dynamicium的体系了 那收购这家公司的之后 我在前几年 Salesforce曾经一度跟那个Microsoft的 Build了他的这个partnership 他是一个partner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 Microsoft有他的Dynamicium Salesforce跟Salesforce的CM这一方肯定是冲突的 那为什么这两个 要Build了这个partner呢 我说这不是谁愿意跟老虎结盟呢 是不是 那不是早被早吃吗 是吧 但是呢 所以这个结盟是一个其实 有名无实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你可以想象你微软跟你 Salesforce结盟 他是想一块build business 不是的 他想吃掉你 他想让你死 是不是 他因为他有他的Dynamicium 所以这个就不了了之了 那么那么说 我们看看这个Microsoft 这个CM Microsoft这个CM Dynamicium 是一个 我说是一个绝对的精品 我给大家都在讲 在这个 我说顶略IT之美 是吧 他也是 Provision Metidata 它是configuration 来配置 先配置你一个平台 在这里面 他把它分成了几层 他也是基于云的解决方案 对吧 他分成几层 那我们谈到了Dynamic CM都会谈到是 CRM 和XRM 是吗 CRM 通过Dynamic CM来给你解决的 是不是这样 大家是这样吗 你们都学完 绝对是这样的 我敢跟这样的打赌 我今天还这样说 这样打赌 我们 我们今天标价1000块钱 1000刀 就你们同学啊 就是我们 你们在 说你们的项目 或者你们 认识到的 一些情况 你给我把那个需求 大概的框框列下来 我不能用Dynamic CM给你们解决的 我就输你们1000块钱 好不好 你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是不是 我那个 你找不到这样的情况 只要是BPM 你任何一个系统 你说你用Dynamic CM不能做一个 ERP系统吗 也可以啊 你愿意做 你愿意投钱啊 我就给你做呀 是不是 绝对可以 就说 所有的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的系统 你都可以用Dynamic CM来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政府 省政府 联邦政府 那么多CM DynamicCM解决方案了 他不是用他的CRM 他是用Dynamic XRM 是不是啊 来build任何系统 包括我们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小项目 也是一个 XRM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 那他这个 他是基于云平台的 非常agile Provision 是吧 通过Provision 来build你一个 fundamental的系统 然后再基于这个系统 来进行你的 Customization 你的Configuration 和你的开发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系统 他跟你 你比如跟微软的 其他云平台 无缝的集成在一起 而且跟其他微软的 所有的软件产品 都是很容易的 集成在一起的 而且他的实时的这个 他是IGI model 非常快 你可以用IGI的实时 很快就上线 是不是 然后他scaleout 都是非常的平滑的 所以说这就是 DynamicCM 而且他有最大的一个优势 他的价格优势 如果你说 Salesforce 那个SAP 我们就把它放一边了 那个有点 太沉重了 是吧 我们不管他了 我们如果更能比较的话 就是SAP 和DynamicCM 它两个都非常精巧 都是通过Page 然后Metadata 都是通过Provision 都非常的 都是基于云端 DynamicCM还基于on-premise 非云端 对吧 价格优势 我以前在我那个以前的2014年 我还真是 那时候我给大家要分析他的同意 那个差异嘛 价格 肯定是DynamicCM要便宜的多 知道吧 价格是绝对有优势的 而且 如果是从这个Microsoft的这个这个 产品绑定的话 它的优势就更大更大了 了解吧 就更大了 你没有办法 他有那个Microsoft 有他整个云平台 有Office365 有Sharempound 所以说 那他就是成了这样一个体系 来推他 而且现在DynamicCM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系统现在开始推Dynamic ERP NAV AX GL SL 是吧 哎 它会形成一个基于云端 你可以看啊 就Microsoft 它会形成一个基于云端的 一个企业的 覆盖到前端和后端的所有的一个企业 集合 都在云端一次性解决 你把你所有的经历都可以放在 业务 业务的value上 放在数据上 不用再考虑到后面的instructure 是不是 这是很厉害的 一个企业里面 我只要 就像我现在使用Office365 我只要有一个browser就行了 我都可以了 一个企业 你可以想要是不是 只要 也是一个browser 我就可以使用后台的所有的CR ERP 所有的解决方案 Counting Finance 这是不得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一个趋势 那么说为什么 Dynamic CRM是不是很厉害 就是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 微软现在 服务 是吧 那为什么跟那个 Issinger结盟 服务 面向服务 而微软呢 就把它提升了 叫智能化的服务 那都是基于云平台 是不是我们都是基于云平台 还有第3点 生产力 和业务流程 是Dynamics 不是光是CRM 它后面所有的系统都在了 所以这就是微软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三个战略 三个p了 看到了吧 那所以说 我这就是它的三个 我大概给大家一个比较 大家当时面试的时候 你可以提取一下吧 一点说出来就可以了 SAP CM 那个Salesforce Salesforce很不错 然后Dynamic CRM 是吧 就是这样 大家这个 这就是一个Question 我给大家 可能你看一个Question 我给你啰嗦了这么长时间 是吧 最近会问的 你把这个写到简历上 肯定会问的 我每次必问 是吧 对 如果你写 如果你写在简历上 他就会比较 他一定 而且你是给他这个 其实你是绝对拿分的 你知道吗 你告诉他你的SAP CRM Salesforce和Dynamic 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哪能有一个人经历 三个这样的 这样的顶级的CM解决方案呢 那就是他太高兴了 你所以 是不是 那他你当你那天你坐在这 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看你的比不了你了 他不太有这样的 能给你PK了 知道吧 都到问到这个层面 所以你就胜了 你就赢了 所以说基本上这样 呃 大家有问题吗 那个好了 我们这个这是我们同学的一个要求 我这个其实这个并不是 这不是做广告啊 这个我这个是我们有新同学来 所以他有这样的要求 就说 看我们的视频呢 觉得里面 里面他能不能有一个大的picture 就是哎 几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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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样这样的话不至于就是心里有一个大的picture 所以说这是我今天早晨 做的一个一个图 这个这个其实即使你们都学完了 你们拿了工作了 这也是一个知识体系 是吧 你可以回顾一下这个知识体系 基本上我我们现在 这只是知识 因为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个过程不止这些了 远远不止了 因为整个求职面试 包括你们的项目的展示等等 都在都在另外了 这只是我们那个技术内容要cover 呃就几大块吧 一个是我们叫sam 是吧 那个然后这是我们我大概列出它不是全的 不全的但是大的框放在那 这一部分 是我们的sam的一个fundamental 看到了吧 这里面包括它的架构 包括它的configuration siting是吧 siting siting是你 Build的这个platform 必须具有的 一个fundamental的 你siting这个platform 你才能work 然后在这个之上 你有你的不同的application 这个我列出来是 Sales and Marketing Service 其实XRM是任何业务流程的 因为你现在在你们的那个platform上 已经看到project manager 这是他自己 用这个XRM Build的一个project manager的一个process 还有这个security model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把它列出来 你们可以去通过它来看 这些部分你们是否 都已经cover了 实际上这部分是通过customization来实现的 Data modeling 非常非常重要 Entity data modeling 你要设计你的data Entity 要build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吧 然后包括它的service operation 还有一个 Business process 非常重要 因为你有了你的 Entity的之间的关联 在上面build你相应的 Business process 它又能成为一个管理的体系 成为一个最基本的BPM 是不是 当然了 你都要需要用你的secure model 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事情 是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XRM跟XRM的集成 这个都是都有吧 大家看到了吧 其实我们看 不全 不是完全的 那有还有很多技术的细点 我对那个 你们有概念就行了 在我里面 那这个集成是什么呢 Dynamic XRM的content management 不是很健全的 所以说 我在这里面介绍了 SRM 是吧 跟它的集成 大家有吧 好了 这个 这是你一个fundamental的 一个knowledge base 那有了这个 有了这一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做基本的 系统的一个 一个 Solution 基本的一个Solution 但是还 少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块 非常一块 就是这一部分 其实这一部分也是数据啊 Data modeling 是不是 然后就是你的BI BI 这是BI 我写的少 其实它每一个都是一个大的 大的一个subject 你的一个pivert 你的一个reporting 一个SSRS和table 都是它的一个 大的一个subject 对吗 所以在这里面 这是CRMBI 包括你的view 包括你dashboard 这是里面很大很大 还有还有CRM的ETL 在这里面是SSS Grab 所以说 这是这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这是整个的一个数据的体系 我写的只有两行 但是它你做起来 你看 你要学 要是真正的 你要想深入下去 那是不得了的一个一个领域 所以说 那么说 我就说在我们 除了 developer之外的 我们的professionals 我要求大家是这个层面的 看到没有 从 是到这 看到了吧 大家了解吧 这是大家都需要去掌握的 等会儿我再回答线上同学们的问题 都是要掌握 好了 这一部分是developer 看到了吧 developer 这里面我这样列出来了 developer要做到的 一个是对 data operation的一个开发 所以对就是对你后台 对你数据库操作的一种开发模式 sdk等等的 我都讲 还有一个 对met data的开发 met data 就是你要build的你比如要build的你的choose 要build的你的provision的这种model 是吧 你用met data开发 还有一个 几个重要的 plugin workflow customer action 是吧 这是developer要做的 这是说 我说好 这是 服务 服务器端的开发的 这些东西都要掌握 这是对developer 还有一个 user experience 开发 以及 Logic的开发 这是用java script的jquery 开发的 这个也需要了解 这是对我们developer的 我们developer 比较 比较那什么 他要掌握这些东西 是不是 还有一个 我们developer 需要了解 我在几年介绍的 CRM developer的所有的scenarios 我基本列全了 对吧 所有的CRM开发的场景 那里面 广播的不得了 但是这个应该在脑子有体系 因为你可以做到 更高level的 是吧 这就是 开发 这一部分 我是用这个颜色标出来了 是吧 但是我们 在我们的 在下面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同学做的一些investigation 都是我们的技术体系里面的 2011 2013 2012 2016的 migration upgrade 是不是 专门给我们做了investigation 给我们介绍的 一个大的知识体系 我们其实掌握这个 你听完那个 你不可能去做migration的 但是 你有你已经足够去面试了 你足够了 而且这个像这个方面 问到这方面的问题 也是很高端的问题 而且你能回答那个层面相当好了 相当厉害了 是吧 还有一个 Poto ADS Studio 这个也是在你们简历里面的 对不对 那个Poto跟那个 CAM来集成的 第三部分 我还讲了很多的工业的implementation的实力 这个来帮着把这个CAM来抽象出来 抽象一个解决方案 是不是 抽象出来 这是我们都会cover的 在这里面 那么我列到这 其实不管你是 现在就求职了 都工作了 这是一个CAM的一个基本上 一个体系 是吧 我们 都覆盖了 这是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这个 呃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呃 一个项目 我们在第三次的话有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大家去做 呃 这个项目不大 但是我告诉你 既是一个full time的一个我们一个员工 也会发两个月的时间来做 因为他在里面有个反复的对那个优势 这个experience update的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项目里面它有很多技术的细节 需要你fakeout出来 还是不容易的 我们那个查理在这上面做那个 Digital的签名 花了好长时间 是不是 做了很多的research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不需要做这个Digital 签名这么details 但是就是我们有同学在上面在做努力 花很长很长时间 是吧 所以这个别看这个项目不大 就六个scenario 你去做做看 做做看 你看你能 你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这个项目 你去 你去那个他的他的这个指导思想是吹个你来解决这个项目 对吧 他不是你被动的接受会学习了 是来 你要从这个项目上来 来来通过你这个体系来解决 来workout 这个项目的 是吧 这是这样 还有一个 在这里面 我们也介绍了所有的项目管理的metodology 这个不是要求你们不要长得很深 但是你们至少要知道 是不是 还有一个short step short step 我们有同学在那儿 稍微的 摘了个小跟头 因为我讲short step的时候我不太在意他 我看不上这个 但是后来在面试过程中 人家很在意 是不是 人家很在意short step 觉得这是宝贝 是吧 那么说 那我们他 毕竟是一个 项目交付和引给这么的一个理论体系嘛 我们掌握他总是没有坏处 只能增加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专业能力 是吧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从 就是我们从技术层面 这个我们的这个 咱们sum 光是从技术层面 cover的主要的内容 并不全 并不是完整的 但是这些主要内容cover了 你就没问题了 是吧 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大家在学习过程中 因为一开始在学习过程中 其实我们 面对dynamic CRM 有几个角色 user power user 和CRM professionals 大家能能够说他们之间区别吗 user power user 啊 他这样 全线不一样 请讲 你说 你说 啊 我就讲那个user power user和那个 那个可能是admin吧 就是全线不一样了 就是 可能security level不一样 嗯对吧 对可以这样说 那些 property 能够adict 就是讲 可能都是 讲 对 不一样的 对可以这样说 因为肯定权限肯定是不一样 对吧 你肯定权限不一样 你的user power user 跟那个 你的这个professional是不一样的 user 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就是user 就比如我现在我就是一个sales representative 我是一个marketer 这是user 那这优色可能是这个CM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用户嘛 他在上面比如他实现他的这个这个marketing的marketing list的实现他的campaign 或者一个sales上去来实现他的sales pipeline 是吧 一步步走下去 这就是user 就像我们去访问ecommerce系统 我们上去去到 把货物加到我们购物车上 然后支付 这就是我们是user 这是user power user是什么的 power user 其实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power user 就是他可能权力稍微大一点 他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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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dashboard 对吧 他给你生成一个dashboard 是不是我给你那个为这个organization 为你老大 它是一个dashboard 当然有的有的用户 他自己也可以生成自己的dashboard 而有的有的 还有一个这种power user 他可能定制一些简单 customize一些你的那个entity 比如他在上面增加一些field 对不对 然后可能customize一下你的这个form 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power user 就是他有一定的权利 但是他是做一些最fundamental的 最基本的一些customization的工作 然后就把这个power user 他可能为一个组织专门可以定制一个组织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管理的比如一个简单的业务流程 他可能有这样的权限 就是power user 那it那个sum professional 做solution的 就是说就刚才谈了这么多体系 就是说就刚才谈了这么多体系 你去基于这个体系 来build你企业的解决方案的 比如我现在说我要上一个这个这个 Digital marketing的一个管理的大的体系 就要cross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这种currency 等等等等 我要提供一样大的解决方案 包括有它的performance 包括它的function 包括有什么样的业务流程 要做什么样优化 要跟什么样的系统做集成 我要做什么样的数据的分析挖掘 我要施加什么样的datasense 对不对 我是否要跟大数据集成在一起 我要是否要抓取用户的experience 我是否要做用户的360度wheel 这些东西是IT professional做的 了解吧 所有的这些东西 但IT professional里面不是每个人你都能做 IT professional里面有developer 有BA 有project manager 有CM consultant specialist 还有architect 还有administrator 对不对 还有support 这些 是CRM professional做的 那我还想再问 因为我们同学有在学习的过程中 在我们的那个学习的部分中 大家来看看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你从哪个地方开始变成你开始逐渐跨入到 那个professional 对 实际上我们慢慢慢慢的 因为你要成为professional 你首先必须是优色吧 你就像你要设计一个汽车 你都不会开车 你怎么设计汽车呀 但是我们这个体系就是你先要了解汽车 你先要去会开车 然后你再了解汽车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你再做相应的设计和实施 是不是 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这个学习过程中 我们 肯定你首先对这个系统是有一个介绍的 对吧 对这个体系 对这个整个的平台 所以说 其实在我们在第二部分 其实最开始就是professional 但是我们讲的知识 不是说professional就直接上去coding了 直接上去去做ETL做DataSense 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同学 同学里面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学习辅导 我给大家 也许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些 情况 有 就说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要有两种情况 一个 我是遇到的 一个是 大多数是把这个系统 复杂化 哎呀 决定行 太大了 这越来越大 这学不完 这要命了 对吧 而且你看这些东西 说实话你要展开的话 都很大 它每一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块 对吗 所以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说那你当这是一个 进去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误区 因为我们 我告诉你 你不可能多掌握 但是你需要能做 是吧 因为我也不可能多掌握 我要一个企业里面 我也需要 是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这简单了 不是这样的 就简单了 这个东西 做起来很容易 不是的 这个 这个一定要走进去 因为 还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庐山真面目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两个都是一个趋势 大家要要 尽量要小心 要避免它 其实它既不那么庞大和富 它庞大 但并不那么难 并不是有那么抽象 你不能理解 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 efforts 你需要投入的 这一定是要投入的 是吧 还有一个 它也不那么简单 它绝对不是一个小的 它不是一个truth 它不是一个小的技术面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点 一个线 它是一个大的技术体 它里面包括了所有的数据 云计算 开发 是不是 设计 Solution Security 所有在里头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 这个要有这个准备 所以走 当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越来越大 那就是有两个 有一个落差 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些 一些建议 一定要走进去 还有一个 学习过程中 一定是 撼脏的 一定是撼脏的 因为我也是学过来的嘛 你看十遍我的视频 不如跟着走一遍 但是走一遍是要花时间的 你不信 你这个你走下来总是要花时间的嘛 是不是 所以说一定要撼脏 撼脏 这是必须的 观看视频 是没有用的 它没有用的 它不可能 把这个体系结构 放到你的口袋里头 也不可能帮 帮助你去解决项目的 这个解决问题的 不可能的 一定是跟着走的 走了 消化它 最后呢 消化它 抽象它 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说第3次的那个项目 非常非常重要 开始可能没有 你看看那个项目 就是你现在到这个层面 你能做这个项目 是吧 还有一个学习是个反复的过程 我再告诉大家 是个反复的过程 一定是一个repeat的过程 repeat的都不止五遍十遍 你不信 你要相信我这句话 你要不停的repeat repeat 你不用 整个前面都repeat 你可能到那个部分再去看 repeat的过程 是个反复消化的过程 一定是这样一个学习过程 是吧 我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本身这是一个学习辅导 好了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这个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不管是在什么状态下 这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guidance 是吧 我看今天我们是有 下面还有几个topic 一个是 因为 这一部分我今天会给大家讲一下 一个short step和project management 非常快 我只是给大家点技术点 然后下一次我会讲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 parking workflow customer 因为这个很快 是吧 因为视频非常非常详细 我那code都在了 大家可以跟着走就行了 然后 还有这些 interviewquestion 我们先快速的勾诉一下 那个 那个 PM 说step 这个我只是给大家点一下 然后我想给大家留些时间 让大家在上面互动 然后我刚才看到 那个同学们有在上面问的问题 我现在看能不能可以回答一下啊 如果大家已经回答了 我就不用回答了 是吧 很多问题 我有时候 OK yes yes OK yes OK 太好了你们都说可以看到 好 然后多谢大家支持 好那个David总说话了 大家请David分享 等David吧 我给David商说了 等David到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很很好 有价值 到时候他可以把他的就在工作中的 一些经验和体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吧 这个是对大家这个很有价值的 是吧 嗯 嗯好了 什么是 XR 然后那个 Tom 那个Tom回答 然后那个 Tom你用那个语音回答一下吧 好不好 Tom 好嘞 可以听到吧 没问题 我从视频中我的学的这个理解就是X 他就是说 everything的意思就是 他就是说 不光是CRM CRM我们知道 C是customer R是resource M是management 不光是客户资源的管理 他可以 对任何的一些资源进行管理 进行一些流程的管理 这就是Dynamic CRM 他比较强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在就是看前几个视频的那个 理解吧 听老师 是这样 那个 基本上这样 你说说那个Tom 接着说 我可能断了一下 你再说吧 没问题 我的理解好像也就是这样了 因为 看老师这个 举的例子也很多 不光是CRM 好像你看政府啊 其他一些 Hascare 任何企业啊 他们任何就是工作中的 遇到的 涉及到流程管理的都可以用到这个Dynamic CRM 来进行处理 就是 他比较就老师说的 就任何一个企业 他可以拿过来就能用非常快就能 就是 制造出这个编制出适合自己 这个企业的这个 一套管理系统 对 大概就这样吧 我理解 你说 如果人家问你 XRM和ERP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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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回答 还有 我试着说 你说啊 接着说 等我没问题 你先说 我觉得是这样 老师说讲过 CIM一般来说 他只是指的是前端的这个 对前端性管理 那ERP的好像 是个更庞大的对这个 后台资源的各个部门的 生产啊 这个 供应啊 这个财务啊 各方面的进行一些 自动化的管理和这个流程 这个大的管理系统吧 他好像 是不是ERP 是不是更大一些 更大的一个概念 CIM只是其中一部分 呃 反正 都相关 有一几个 我来 我来再稍微 那个非常好啊 TOM那个 那个CIM是这样 CIM是刚才谈到 CIM是Custom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这是这样 呃代表斯坦 那CIM跟XIM是什么呢 我就给 这个问题啊 其实有时候 有一次我正在微软啊 我们那个 有一个那个小伙叫SAM 非常聪明 那个小孩子非常聪明 我瑞生最smart的一个员工 然后那时候我想办这个 想办学校嘛 那时候我把他叫到办公室 他以前在CIM团队 后来我把他弄到这个做那个安全平台开发 他是做CIM PM的 现在到他现在在Amazon做Principal来 我很高了 然后我当时想看看他 想测试他一下 他坐对面 我们俩就谈谈谈各种技术 谈什么All-in的 这种Design Python 谈着谈的 我们从四点半才开始谈 他非常smart的 最聪明的一个孩子 他是Wattler毕业的 他他说到Wattler几乎是满分进去的 你知道吧 还是可能就算是进去的 他坐了 我想看他 他听我这样谈呢 他的这个忍耐力有多强 从他有过互动吧 他从四点半 我告诉你 那是最强的一种测试 叫压力测� 我坐这儿 谈谈谈谈 我们先各种底段Python各种词试然后包括谈到了 XRM XRM这个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酷 谈谈谈谈谈 然后我们是四点半一直谈到七点 他很认真 到七点的时候 你看他很认真的在过在沟通在交流 到七点半七点一过 那时候我看他已经不行了 压力车就快到头了 哎呦 开始错又要了 然后后来说 我太太在家了 好了 我就是打个岔 就是给大家免得大家睡着了 就是说 我有时候也会在 我其实有意的想看看 这样一个smart的人 他非常聪明是吧 我来给他谈技术 看他能承受多久 到七点的时候他承受不了了 那时候我们就谈了一个 XRM这个东西 XRM XRM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 Daniel在上面问 我再说一遍 其实你们在学了之后都会了解到 XRM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DynamicsRM的设计理念非常清晰 它是按layer的 还有一个在这里面 大家能了解吗 大家给我说一下 我们把application都可以划分成三个层面 是哪三个层面啊 你DynamicsRM做什么样的开发 我们的应用都能划分三个层面 逻辑的层面 这个对 差不多 其实都可以划你任何系统 你不信都可以三个层面 Presentation 就展示着这个层面嘛 这个GUI UI Use Experience的层面 然后这个层面下面是不是逻辑啊 对不对 Logic Bincent Logic 那这个Logic下面是什么呢 肯定是数据嘛 对吧 就是我们看任何一个系统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细分啊 很多层面 但是都可以划成这三大的 叫我们叫layer 对不对 那好了 那其实这个DynamicsRM里面 我们谈到了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它是用这种Metadata 有新同学不知道Metadata Metadata就是 我们现在不会去 Build一个Application from scratch 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定义语言来定义这个 这个我们要生成的这个系统 然后让系统 来给我们Pervition的 稍等一下 喂 对对对 对对我在那个206 好 在206 你进来吧 你进来就然后可以先 做到后头 然后那个 是不是 然后我们是先把它是不是就是我们怎么来生成一个系统呢 我们现在开发模式都是我们有一大堆的数据 然后这个数字 这个这个Data 来定义我要生成一个什么样系统 然后我们后台系统是有个Pervition Engine 然后根据我们输入的这些Data 他们为我们配置出一个系统来 都是这样的方式 知道吧 这是云端的那种方式 好了吧 那XRM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看到XRM是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 自然界我们就抽象一下嘛 自然界是不是都是由实体组成的 是这样吗 我是instructor一个实体 我面前做的是一个 做吧 找个地方做 一个 desk是不是一个实体 那如果是你们是同学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我们要build的我们俩之间 比如我要在上面build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教学管理系统 是不是我是一个实体 然后你们是实体 然后还有那个课程是实体 对不对 那这些实体是不是有它的属性呀 有attribute呀 有那个有property呀 需要能把我定定出来了吗 我身高 我年龄 我讲什么 我性别是不是定出来 好了 那我是一个entity 有不同的entity 是不是自然界有不同的entity组成啊 那这种entity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啊 我跟那个大街上那个 走在大街上那个那个那个人我没关系 但是我跟你们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这样一种关系 我是instructor 你们是来学习的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了 是不是 我们是一对多的是不是 这种关系 我一个人对你们多个人是不是 这种关系 好了 那你们也 你们也有你的attribute呀 对不对 好了定义好你们定义好我们 我们建立的好了我们的关系 那我们该干什么了呢 在上面是不是该施加我们的业务流程了 施加我们的管理了 是不是 好了 那在这个上面再施加我们业务管理和业务流程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当然你这管理你可以automation workflow dialog等等的 是不是 好了 就是这样 大家看到了吧 那这就是一个XRM的一个典型的model X就是代表你所有的entity 各种entity 你比如你要build的一个现在我们这个教学管理系统 我就是一个entity 一个类一个instructor是一个entity的类型 那我本身就是个entity 然后你们也是entity 然后我们今天有人ship 然后在上面build的我们的业务流程 我们就能形成一个我们的教学管理系统 是不是这样 业务流程当中里面就当然逻辑 好了这就是XRM看到了吧 所以Dynamic XRM就是这样定义起来的 那它它上面XRM是怎么样 它有Source 有你的account 你有你的case 这都是一个entity 然后他们之间有relationship 在上面build的先行业务流程 比如build的先行业务流程 它就形成了一个Source管理的系统 它在上面build的了marketing 那个life cycle管理的流程 它就形成了对marketing的管理 知道吧 这就是Dynamic XRM的一个设计理念 它是一层层上来的 实际上上面的Dynamic XRM 是基于下面的XRM才build起来的 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那个Daniel 实际上这个什么 这只是个名称的问题对吧 上就是Microsoft Dynamics CRM 实际上就是XRM 那么就是CRM 你会发现现在它要求的 其实很多就是CRM打个斜杠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同学 有一半以上是XRM解决方案 了解吧 就是他们找到Dynamic XRM工作室 是XRM这一半 包括我们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再说你再说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跟CRM和XRM XRM是你在干的这个层面 CRM是你在这个层面上build的你的Source marketing和Service的体系 了解吧 它又是大一些 嗯它是基于它做起来的 XRM是subset 是CRM 是它的下面的底层的一个layer吧 它下面底层的一个layer 行我看还有什么问题 那有个问题 我还有那个ERP跟那个CRM 有什么不一样是吧 你这问题非常好 我先给你回答你刚才ERP跟CRM有什么一样 一个是前端系统 一个后端系统 不存在大小的问题 然后你那个不存在系统大于小的问题 前面 CRM就是支撑你 老JS仓主的管理包括finance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套体系 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fin ERP系统 它叫企业的资源计划 它是两两两大块 这个这个就是你企业的这个这个叫bpm 一个大的一个管理体系 知道吧 那那个 所以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系统 我们通常从逻辑上划分 一个是前面 CRM是面向逻辑 面向你的cost面向市场的 对外的 就是它那个系统的对外 然后后台 业务逻辑是对外的 这是业外 这是你外部的这个这个 客户的 后台ERP是后台你所有的企业内部管理生产 计划制造包括你仓储采购等等等等 都在后面 来管理 所以它是两大块业务体系 那在在那个ERP里面你可以画得更细分了 是吧 你的FICO 包括你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你ventory管理 包括你的procumen的采购 你都可以把它画成ERP系统 知道吧 包括你生产计划 有时候它也会把它 化成ERP的 范ERP里面 你必须的一个 全球的一个供电系统 当然你后台ERP也很大 包括你到生产资告 运货 包括你分销 对不对 包括你应收应付 这种 等等 这都是你后台ERP系统 前端的 那个当然就是你sense marketing service 对不对 让它展开 是这样一个系统 它俩是不存在大于小 但是它俩是focus在不同的你的业务体系 这是下面一个问题 我就是刚才我不是跟你们打赌吗 你们你你如果你说你有一个业务系统 我不能用dynamicsm来实现 我就输你1000块钱 所以ERP是一个业务系统 你把那系告诉我 我告诉你用dynamicsm怎么来实现它 当然是用Xm来实现的 知道吧 所以说只要是业务系统 都可以用dynamicsm来实现 你要愿意花那么钱就可以 知道吧 但是你要做大量的efforts 因为现在ERP解决方案非常成熟了 没有几个企业愿意用dynamicsm去实现 它的ERP解决方案 但是从技术体系来说 它是可以做到的 任何都可以做到 你像在那个上面上 你项目管理系统 是不是直接我们用SAM来做的 包括你说我是做department 我是做这个生产运维的 你生产运维的整个的管理体系 我是可以用dynamicsm来做的 知道吧 我可以把它管起来 了解吧 所以说dynamicsm是可以实现你任何的 BPM 我们叫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你说ERP是不是BPM 也是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任何都是 你比如这个学校的教学管理 招生管理 你包括一个企业 你包括到政府里面的 比如他那个政府有training 我大概不是跟上讲过吗 有training大的training管理 都可以用SAM来实现 就是说你HR系统能不能用SAM的系统 当然了你HR只要业务力生 我就可以用SAM的系统 包括以前 我们有一个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这有个叫子鲁明 他是我们这边的老师 他就找到我呀 说想用dynamic CRM 来实现一个accounting的系统 我说你这个没问题呀 你要有钱我给你做呀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accounting系统很成熟了呀 各种accounting系统 你为什么要用dynamic CRM来实现它呢 但是从技术体系来说 它真的就能做 我真的就能给你做出一个accounting系统 因为它是XRM的一种模式 是吧 所以说我们从几个层面看 从技术层面 没有问题 你们我还是这样的 我这个大读永远有效 如果你们说有一个BPM系统 就你们现在用的 包括你们工作呀等等 我不能用dynamic CRM来实现的 我就马上给你们输1000块钱 有一个系统我已经明确告诉不行 你要在股票的实时的那种系统 那当然不行了 对吧 你的股票的那实时的交易系统 不是dynamic CRM来做的 但是其他的各种业务系统 都可以用dynamic CRM来实现 而且它很快 它就是这种model 我先built定义entity 定义entity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上面施加我的业务流程 然后当然再做出你的presentation layer 我就是一个你的管理系统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model 是不是 当然它里面有secure的model 都很健全了 很快就生成一个这样的系统 是不是 那CRM是前端的 ERP是后边的 那这两个还有就是说那还要ERP干嘛 你只有CRM就全做了吗 ERP 它是后台的 ERP是个大的技术体系 它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模块 你像一个企业 你CRM只是你 sales marketing service 对吗 对吗 比较是custom 你后端的你包括你的生产制造 仓储计划 包括你的logistics 包括进出口 对不对 包括你的分销 全在后端ERP 这个CRM是 至少现在CRM现有的模块没有 是不是 而ERP有相应的 有足够ERP有很多解决方案 SAPERP就是很成熟的这种解决方案 是吧 它这个都给你 用它这个现有的这种解决方案 它cover了 知道吧 是不一样 ERP是一般我们会把ERP放在企业的后端 是吧 它是在企业内部的一个 只是你企业生产制造运维的一个系统 是吧 请问一下就是Microsoft 它是不是有这个ERP的 它会不会集成去ERP 因为这就是那个default的那个setting 就是default现在它是做了sales 是marketing这些 它等于下次它在是不是它有它会扩展 这个里面刚才有 我其实慢慢都有 在这个它叫dynamics dynamics里面它集成了相应的系统 我们往下走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知道它有相应的系统 这个 就这个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我这个很快啊 只是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在这上面问我啊 一个是说step 一个是那个项目管理的一个model 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Microsoft的dynamics系列的 我们叫它portfolio 像这个就是ERP解决方案 AS是它的ERP解决方案 它是支持中 中型和大型的一个企业 知道吧 它可以支持你几千个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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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用户的 可以cross region cross country的 cross culture different currency的 这样系统 那这也是一个ERP的解决方案 这是跟accounting是绑得最紧的 你不信你在纽约 他们纽约的基金包括投资公司最佳的组合 很多很多家结合 前端CRM 后端的是Nav 了解吧 包括它的dividend的分红啊 包括它那个红利的管理啊 前端是投资关系的管理 就用CRM来做 后端的这种 啊 这种这种分红啊 红利的管理 包括投资的组合的管理 它是通过Nav来做的 因为它跟accounting绑得很紧 那这也是一个 一个 一个系统啊 这是一个一个也是一个 accounting系统 然后这也是一个项目管理的系 解决吧 就是刚才我回答你的问题 这都是属于dynamics系列的 那现在这个CRM是在云端的 那这个系统这些系统它都是互相有overlife的 知道吗 所以说其实Microsoft也面临着一个整合 把这后台 这个前端很清晰了 把后台这些东西怎么整合一下 是不是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四个系统 除了这个SL是做项目管理的 各种项目管理 constructure呀 等等 但是你这个前面这个都有 所以说对他Microsoft做SL的话都很麻烦 知道吧 这几个这几个产品线会打架吗 是不是 而且把客户都弄得confused 到底会采用哪个系统 是不是 所以而且这里面 里面它也有CRM解决方案呀 你说AX它里面也有CRM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这个 我回答你的问题吧 这是一个Dynamics系列 Microsoft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前端CRM后端整个ERP解决方案 是吧 是这样的 那个我现在里面这个我们会走这个PPT PPT到时候我给给大家 大家去做个参考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Short-Dive什么东西 Sort-Dive Sort-Dive是Microsoft的给那个就是那个Dynamics Arm 那个做给他的partner 就是给他的Microsoft partner定制的一种这个engagement的一种 一种 一种model 就是guidance 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他定义了很多很多东西 定义了他的这个项目实时的model 我们的我们看一个图吧 就我就 这是他 这是他 那个Short-Dive 因为你们面试的时候呀 有别人会问你们Short-Dive 其实Short-Dive没有那么那么那个 也没有什么特别可问的 包括问我们同学面试Short-Dive 他就说 我这个用过啊 怎么样怎么样 对方就 有的人 有的人做这个业务流程的会把Short-Dive当个宝贝 像这也没什么 他就是一个指导你这个业务的业务流程项目管理的 包括custom engagement的一个guidance 这是他的一个life cycle 我不想多说啊 这个到时候都给你们 而且我有视频在那 关键不是 不是那个我这个 Deliver这个 这个体系 因为就详细的 我讲的很详细了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这个跟SDLC有什么区别呀 这个问题非常好 一般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SDLC 我想问你们SDLC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项目交付的 那这个model这个Short-Dive是做什么的 是做你的custom engagement的 所以你就知道还有什么区别了 它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说它是从custom engage开始的 你SDLC是从开始从项目需求开始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你做项目实施 所以说它这个 在这里面就从这一部分看 就跟那个我们的SDLC很像 但是在那个 Diagnostics 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在engagedcustom 拿项目的时候 你要convincecustom 你有这些东西 我能帮你做的时候 它这个是engagedcustom 了解吧 所以说 这个 这个跟我们的SDLC不太一样 但是这一部分 如果到项目到这个阶段 它也包括项目的交付吗 那就是我们的SDLC 了解吧 这个上面我都有详细的交付 这里面都干什么 大家不需要去特别了解它 这个很抽象 但是这个东西 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其实你在这个企业里面 一旦你工作之后 你很自然 你不会有这种gap 这什么东西我要去学它 不用的 因为这是一个 一个业务的guidance 你在这个跟custom engaged过程中 自然就engaged了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 我是给大家提醒一下 short step 了解一下 这是Microsoft的定义的 custom engagement 和项目交付的guidance 对吧 它里面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一个picture 大家这个都逼得死了 是吧 就short step 我那个文档也给大家 大家不用那么要看那个很枯燥 没意思吗 但是大家对这个有个了解就行了 就是我都会发给大家文档 都有吧 有了解一下 其实 就像我是一个企业 我也想定义一些 我的规范标准 他这个short step 是方便 那个微软对他的那个 那个parner进行管理的 然后呢也方便他们 他管理化 标准化 对不对 然后呢也给他们 施加 最佳实践的 就是在这个地域 short step 微软能不停的向里面 增加最佳的时间 这是一个一个过程 是吧 而且这个标准化之后 他在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standard 这样的话那个 也 容易方便他们跟我们的客户进行沟通交流的 因为这是我们找到客户 我不能瞎讲吗 我们就按着说step 这是微软 给我们的gadness 那我们就按这个方式来给你们engage 按这个方式给你们交流沟通吧 我们给你交付这些交付物吧 就是这个东西 知道吧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在里面他定义了一些东西了 定义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很细 就很细很细的 这些东西 其实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是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就是那个live cycle 这是他每一个阶段 要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里面还有他一些肉啊 都在干什么 就是给你这些东西 所以说大家不要太在这东西 我们我的那个视频很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而听那个视频也没有什么 也不会赏心悦目 因为讲这些东西很枯燥嘛 但是大家只要在脑海里形成这样一个 一个概念一个体系就行了 了解吧 不用太不用他在 但是这个 这个我就在说了 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在意 就那个我想问一下大家 那个 在这里面我没有把那个摘起来 我想问一下那个要在意 我就说 做项目管理项目 项目管理的methodge有几种啊 这个我想了解大家怎么认知的 啊 对 对 对 好了 那个好了 我就想了解一下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就这就是一个 其实对这个这个项目管理的methodge 我就想了解一下 然后呢 Waterfall increemental 或者interruptive 或者是然后第三个 agile 就是scrub 这个model 他们现在有什么区别 对 对 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采用什么样的methodge 然后呢 他们三个就是 你 因为 你在面试的时候 人家会问到你做什么项目 都会 大家有没有不问你什么 用什么methodge 会问吗 用agile 还是什么的 总会要问到 对不对 如果是 如果是pm的话 肯定问你 那你告诉我 agile有什么区别 你们是怎么用的 是不是 或者是你 你是用increemental 怎么做 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像那个 Tony来 分享的那个人是pm 这个是他你agile 高兴的很 然后他说我们agile 不好弄 这个东西 你是怎么drive的呀 你是怎么让agile有效的呀 那个人高兴死了 说就说是吧 所以说 我就说这三个 在什么情况下 采用什么样的model 大家给我一个hint 线上同学们 也给我一个hint 现在一般都用agile 你以前的传统的都用waterfall 是不是 我想问他之间大家有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想 我想那个就是什么时候用waterfall什么时候用agile 什么时候用那个 用那个 一般大项目 传统项目 就是用那个时间久了 一般用waterfall 就是从头一直到后 一直下来 然后呢 按照就是灵活一些 就是说一般小项目 时间短的 半年什么的 对 这样啊 这个 这个 你说的有道理 那个 我这样吧 因为这个我们不这个不是我们只是在看 大家去 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我还有问他 大家觉得那个it项目复杂吗 就是我们这样嘛 他就是 it项目非常复杂 这是根源 所以说那个我也会给他介绍 在那个我上面给他介绍 it项目有多复杂 所以就是因为it项目的复杂性 it项目的大多数都失败了 所以他才会产生了 我们我们就是我们从engineer的角度需要对项目管理进行标准化 要找到合适的这种项目管理的model 来管理项目 在这上面就就大家现在我们业界最常用的waterfall incremental和那个agile 啊 这个这个是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那个在那个short step有四种model agile model Rapid Unterprise 还有一个 Standard Unterprise 所以说 在这上面除了agile model 是就在那个short step 除了agile 他名义定是agile 其他都是那个waterfall 就是在有的系统里面waterfall是最稳健的一种 开发模式 但是waterfall相对来说沉重一些 因为他那个life cycle相对长 而且engage的团队比较多 而且waterfall不好回速 大家了解吧 就是waterfall它定义的每个阶段 到了下一个阶段就不能再回来了 要回来 要回来怎么办呢 要有新的需求呢 go through project change management 所以incremental就是把waterfall分成不同的小的waterfall 一个大的waterfall比如你三个月 一个项目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的waterfall 一个小的我们叫一个 迭代 一个迭代 这是这样的 都是为了其实都是为了让商品更加的成功 对吧 IGILE是投入另外一个model了 这个大家我在上面讲的很清晰 大家去看一下 IGILE model是我们现在一般的 6到10个人左右 然后有有那个 有那个IGILE master 有那square master 有product的owner 还有developer 然后go through Spring 然后呢 前面有那个 有计划 然后Spring结 结束之后有那个 Retrospective 会呀 来反省自己 有review的会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Spring 每天都有一个 Standup 的meeting 好了 这就是一个 一个Spring的一个model 在面试的时候 你很自然把这放在你的场景里去谈就行了 对不对 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就是谈就行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 我现在我们现在go through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吧 我们go through那个 这项我先希望大家互动起来 go through我们的那个 interview question 我们大概有50多个 我希望在这次和明明下次 之前把这个question走完 然后这上面有的东西我只是给大家也听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可以来问我 因为interview 我开始我们走了好多遍了 我也我也发给大家了是不是 这星期我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也都拿到它了 我们还有半小时 我们还有半小时 我希望这个大家互动起来 我问大家吧 好了我们走这个 走这个interview question吧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我把它都是汇集起来的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我们有可能把技术问题跟它混在一起 没关系我们往下走吧 你如果是你碰到一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个 如果你碰到一个e-sue case 然后你不能解决它 你去面试的时候 到现场了 人家问一个e-sue来了 等等等等 你不能解决它 你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问题 大家说一下吧 Google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应该把你的coach manager或者是manager lead要赶快知道 他delay这个 再说一遍你再大声一点没问题说 他那个再讲一下没听清楚 OK 如果是我们run to an issue case我自己不能解决的话 我应该尽量早点让那个 就是讲的project manager 或者是team lead知道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gather其他的resource 就是就是来一起来 解决这问题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整个大进程 这挺好的 是不是 那个大家有什么想法 其实就是在我们在一个工作环境中 易修来了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 因为这个我只是想那个收集到就放上去了 遇到问题了怎么办 Google当然是我们私下里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确实我是这样解决问题的Google一下 那个是这样 看公司 以前有没有 类似的 英修和这个 他的研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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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什么标准的 一二三十岁的答案 其实易修来了 易修来了怎么办 你这样问我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也会这样怎么来回答 易修来了还有人有stats吗 都对 我们查Google 没问题啊 我那个一般的这种 这种易修我都是到Google去查的 然后他这个易修有可能是稍微大一点的易修 你比如一个 一个在一个生产环境下突然来了一个 就一个当机了 当机了 虽然我把系统恢复了 但我没找到 入了靠子 是不是 那入了靠子这就不是在Google上能查到了 所以说你就需要去 你就需要需要fake out的这个这个根源吧 然后你才能避免以后再发生 如果是这样的一些case 那怎么来做呢 我觉得首先 你首先我们看一下解决问题 我们先解决问题你需要什么 解决问题我们肯定需要的是 技术技能expert expertise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资源 需要时间嘛 你实际上能解决 我们也需要足够这个人有时间来解决的 是不是 那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需要环境 需要支持 为什么 你 包括你这个问题 你比如 你比如我需要 这个问题我需要有 几台machine 这种 所以说这个方 那 回答这样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这样回答 但是你 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需要有这样的做背景的前提下 那你就知道你该做什么 你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个是你用 如果你自己有 你是expertise 那就更好了 你自己就解决了 但是实际上问这种问题的话 你是实际上是 有时候这种问题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 所以首先是 就是来调用资源嘛 是吧 那怎么来调用资源呢 把这个问题展示出去 是吧 然后那个 刚才那个 这个单纽在上面说Excelate 让大家知道它 不是Excelate 就让 让这个问题定出这个详细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是不是 让我们的这个 manager得到支持 从他那里得到支持 是吧 我们来为是相应的resources 然后呢 当然这里面 你有可能你自己可以去解决 还可以去 其他的一些 Expertise 其实上这个问题大的时候 有时候你像在很多consulting company 那时候比如我在 Song Michael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问题来了 我们需要到去到美国的 有时候到那个 到韩国 很多 那时候我做那个 给那个 广东移动 做那个 我是他的PM 给他那个做那个standard的 就是加上手机standard的 那有问题的话 那韩国也会过来人 是吧 美国也会过来 所以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就是资源 Expertise 还有 你的那个那个环境 然后呢你怎么来调用它 所以大家去整理一下吧 这个就是 是吧 应该是这样 从这个层面 比较 就比较 比较正式 当然刚才大家一说 那当然了 你这个问题来了 希望大家知道 要让所有的受众 要让他知道 当然了 深远一点 其实是沟通交流的问题 它会延展到 你这个问题对 Bincent impact 你是怎么削减它的 你是怎么custom care 等等等等 这个就延展开了 是吧 是不是这样 大家 然后我们走到第2个问题 How can you contribute to future 这个这个是 我们 我们有的同源 你能给一些那个recommendation for our current 这个这个 System 这是我可能最近因为 新来的面试问题 我就直接加前面了 因为后面 其实我们后面有50多个 这个屏幕只能显示 这是一个我们同学 一个面试的问题 他到那个 一家这个公司 他是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custom service的 他现在还是consumer 就是单一用户 就是面向家庭的 他比如 他提供这种家庭服务 是面向家庭的 比如大作卫生 他这个问题 他这个公司就想 扩展成B2B 就是那种 我现在 我是提供这种服务 我想对 其他公司也提供这样的服务 都是这样的服务 所以他是这个问题 大家能跟上我吗 是这样一个问题 他他在问我们同学 你那个 你那我这样一个情况 你怎么来做 来 来 Country Build 大家这个 有 大家能回答吗 笑了 就是从你那儿来的问题 是吧 我就是 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都有可能问到 对不对 都有可能问到 怎么回答 大家怎么回答 就是 就是一家公司 就是说你可以设想 就是这个场景 我是一家做 Energy 做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house的这种 就是做就是 卫生啊 包括那个外墙 玻璃擦洗啊 包括你这个 管道啊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家 公司对吧 我现在还是consumer 就是对 对单一的 对家庭的 对啊 对consumer 这种custom 我要把它扩展到 我们的一个B2B 以后我对银行 我对 卖牛的政府 对吧 我听这样的服务 他问你这个CM这个系统 你有什么解啊 你给我一些建议啊 能不能说一说呀 我觉得我们那个同学 搭的非常好 好像搭的很兴奋嘛 我听说 就说那个说到那人都很兴奋了 因为这个问题还没问的 那种同学就说了 你怎么答的呀 你线上有同学能答吗 这个应该是拓展新业务吧 那是不是要就讲主要从这个champing 怎么去设计这个champing 然后 这应该是怎样去promotion 对对 我做promotion 付极这个未知的那个就是新的市场 对这是因为我知道你因为你这个背景小 所以能搭到这个层面就很好了 其实他这个背景当时我们在看比如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因为他谈到了CM的系统 就是我们就要把它稍微的跟CM系统 maps一下 对不对 那那我就当时我只是给大家一些hints 就是说你可以考虑一下 CM如果是只是就是consumer用户 就是对一般的house用户 是吧 跟你这个企业级的用户 它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要 你想你要是在混搭这个问题 你要了解它difference什么 是不是 那我们谈到了 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复杂度肯定是不一样 它的重要性肯定是不一样 对不对 而且它对你的人员的这个素养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 是不是 对你的expertise肯定要求不一样吗 你家庭的一个house有多大呀 你去打扫打扫 你要政府你要是到一个那个chemistry 你这个给他们 他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啊 对吧 好了 那这些都是不一样 那 你那你再用CM解决时间起来 你就得有些说法了吗 是不是 那我给大家这样一个提示 就是一个是 这两这两种客户有什么不一样 是吧 那好了 这不一样的客户 还有他的业务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些都不一样 那你用CM解决起来 是不是不一样 那你们就想想吧 想想想想啊 当时我在跟分析一个是业务不一样 那你说在CM里面 CM首先围绕的是客户关系 你客户不一样 就像你管理大客户 你管理一个政府的那么大一个客户 我跟管理我这一个 比如管理阳斌 这样一个客户 他怎么能一样呢 对不对 他的复杂度也不一样 你跟engaged的模特也不一样 你的promotion 你的marketing 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用CM实现起来的方式 也不一样 还有你对你的服务 服务也不一样啊 是吧 你到我们家里打扫卫生 通通管道 你跟那个 刷一个大楼的外墙 是吧 百米高的大楼外墙 这么弄一样 所以你的服务也不一样 还有你的resource的组合 都不一样 对吧 还有你这个call center 也不一样 我个人那个 有什么那什么 你要是政府打电话说你来吧 你来给我服务吧 你都是 都是我打个电话 跟政府弄一样吗 所以说这个我就是说 但是我们很细了这个 所以说我说到这个 这个地方 我希望大家 那有没有同学们能从这个 能把它整理一下 你在回答 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呀 在面试的过程很自然呀 你你不知道会问这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怎么说呀 大家有没有一些算数 因为我不需要给大家来整理 是吧 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同学 来谈这个时候 我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因为我们不需要在这整 但是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从这个角度来做的 其实两个系统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的规模 你其实能提到 这就很不简单了 对不对 你就很不简单这样 所以说你看在实施方面 是绝对不一样的 对吧 它的复杂度是不同的量级 就像你 你 就是大家 就是在回答这种问题是一定要跟CAM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你是一个CAM 凡事能面试嘛 是不是 大家有问题吗 这个问题 有问题吗 那么接着往下走吧 我这个问题点到这就够了 其实大家整理一下就行了 是吧 而且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你不需要 我觉得一个问题能搭出两点就可以了 足以了 知道吧 把两个最主要的点搭出来 足以了 就能convince对方了 他知道你非常有sense 你真的做个销 我们再往下走 这是你 你有没有经验去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去 deal这种cosms 和wonders 这个怎么答 这个 你 它很自然呢 你像你做甲方 你做甲方 你就是要跟要管理你的这个 wonder的 对吧 就是甲方的角度来管理你的wonder 我如果是做乙方 我是管理 我要要deal我做custom的 所以这是一个question 对不对 遇到这问题怎么做呀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 其实没有做我也可以 你想想你怎么做嘛 如果如果我是 比如我是甲方 你说请讲 先生 manager 说我 就是讲 嗯 就是我的那个 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 你就就想可以直接跟我们manager讲 你说我没听见没听见大声一点啊 可以就是 把这个 我可能在那个就是讲 这是my city的 那个environment 就是讲我就是讲 那他就找manager 嗯嗯 对 找manager 这是这是迫不得已的时候 可以说那个 呃 那些问题 你你都是 那个你比如一个case 一个解决方案 像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我最最好的建议就给大家 直接带个例子就行了 你就是你曾经做到 你说呀呀呀 我是这样就遇到这个情况 我遇到一个这个custom特段稿 是不是 哎呀 你就直接给他带个例子 然后你从这个例子 告诉他 你是怎么做的 不是最简单吗 因为像这些东西 实在是你很难去抽象出来一个 就是解决方案 哪有解决方案呀 你要解决方案了 就没custom 就没有就dealcustom 你看有个组织专门是customcare 如果都有解了 那还要做组织干嘛 实际上让custom高兴 是最难的 是不是 因为那么多custom有不同的perspective 你怎么让他高兴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 最好的是直接写个例子 哎呀说是 就是啊那个custom其实很tough啊 你知道你是你 你如果是乙方的话 你说custom其实很tough呀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custom 对不对 你举个例子 哎呀你说那个那个 其实我们项目都走到这个 走到solution了 go live了 你说他有一个什么 这个需求出来了 是吧 然后呢 当时我们都sun off了 然后你说ba啊 就sun off了 我们他他也在sun off了吗 但是他认为是那个 我们那个需求啊 分析没有清醒 你不要给自己弄太多了 但是我们其实都sun off了 是吧 然后大家都多多了 这个需求会影响到我们go live 所以这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要怎么办 协调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所以说我们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需求呢 就出来 怎么custom 其实我们就professional 就是 这台custom 我们没有别的招 professional 但这不是你说啊我要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什么东西啊 那你就怎么表现 按着逻辑走吧 这个需求来了 就是我们custom 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们 那个这样的decision 是吧 那我们说 再调整 或者你说啊 我们调整了一下这个项目的交互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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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y schedule 然后我们来买满住这个custom 或者是我们 我靠他一个workaround的一个solution 是吧 暂时先 通过这个项目的最小的投入和代价 来满足他现有 暂时满足他的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跟他的答应的条件就是 我们把他的这个requirement 放在我们的下一个release里面 等等等 他讲一个story就行了 对吧 这方面 这样讲比你这个 讲那种 干巴巴的条 更有说服力 而且那种干巴巴的条你是讲不出来的 没有价值吗 对他没有用 是吧 好吧 那wander也是一样 对吧你管理wander 是吧 管理wander 那个就是我是甲方 怎么管理wander wander是很wander管理你是甲方你很牛 但是wander呢交不交付那是他的问题 他真交不了 你有什么办法 就是我说到这个今天我在路上来说 那时候我在 我就说 说到测试 说到测试 测试现在分 分层嘛 一个是做automation test 测试会去开发 要么测试呢 会会去做一些manual test 做manual test 你可能还在IT 有的测试就去测试那个电路板了 那时候我在 在那个 在Microsoft那时候做测试的 我们不是做测试 我们有把这个测试包出去 有一个团队 那我就说测试测试的这个 身价很低呀 那时候我们跟那家公司签的 签的那个contract的一个人 他会报那个就是那个人 也就不到14块钱每小时 大家知道吗 14块钱刀每小时 那你想 这样一个瑞特他怎么配那个他的测试的那个人呢 了解吗 那后来我这样的事 我说你太危险了 你这不make sense 你 我要 keep这个人 我要retend这个人 我才趁住他来 他走了 你太工资太低了吗 我说给你15块钱吧 是这样 我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场景 不要说我怎么吃里扒外 我是这样的 不是吃那个麦克扫的吃里扒外 我是知道你这样的 低的rate 你怎么能拿到 真正的 有 talent的人呢 你拿到他们 你怎么能keep他们呢 是不是 所以你这样都会带来对你项目交付的最大的风险呀 对吗 我就给大家打个这个地方 这是对弯子的管理 就在你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们要举个例子 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告诉你 有的人就是短见 你要是那些美国佬 绝对就是压死你 他是恨的不给你钱都行 我告诉你 继续散微软 恨的一分钱不给你才好呢 这就是一种短见 我告诉你 做事情一定是双赢的 绝对是双赢的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个就说说偏了一点 好了 我们再往下走 什么是troubshooting 这个其实我上次讲过了 对吧 双赢的数点 我分析就是讲issue 然后找出他们的cause 然后 对对 对是这样 没错 其实troubshooting 上次我也强了 就快速的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就是troubshooting 然后呢 最大不了在避免以后事情再发生 root cause 就是troubshooting 所以说 就是troubshooting 然后呢 说你是不是很有能力做troubshooting 你是不是很牛啊 你是不是 troubshooting 其实每个troubs对我们都有要求 所以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行了 是吧 我们再往下走 那个 这都是我最近加上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签上 我们CM特别的技术部那个问题啊 那个 那个 你为什么对这个位置感兴趣 然后呢 你知道 多少我们的公司啊 对我们公司知道多少啊 这个挺虚的 这个方法就是你吹个这些 但是这些东西面试你们是要准备的啊 这是这是这是必准备的 块钱 但是可能 人家不会问你这个 你 对我们公司了解多少 是吧 有这个可能 问可能不问 但是很可他肯定会问 这是一个 长必要问的问题 就是你对我为什么 对我们这个位置感兴趣啊 你为什么对那个位置感兴趣啊 对那个 对你最近那个 位置感兴趣随便说说我听听 因为我觉得那个 我先要看他公司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也要随便公司 晚上看他们公司做的 东西试试 试试 然后同时要看看他的 需要的那些 skills 可以复理 啊 laborate my capability 所以如果我觉得我的 skills可以 足以升任他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这 还有公司的 公司的业务 对对对好 这个非常好 这个公司业务是你的一个兴趣之一 啊 公司业务很重要 就是你们做的这个方向非常好 这是这是一个方 你比如说你是做云存储的 那公司 你说你们是做cloud storage 我觉得这是 on the track 是吧 of the technology technology 这是我想来参加你们的一个 或者你们是 你们是一个 比如一个 一个在 在快速的增长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在我这有更多的机会 让我 你可以说你得到成长 你也可以多到说你可以得到 更 学到更多的知识 然后你可以说你可以 Extend Extend 你的这种 capability beyond technologies 你可以想understand much more business 是吧 这这这都是 或者是你说我进到这个healthcare 你说healthcare 这个非常好 这个领域 我非常这个领域非常非常感兴 这是一个 这个要可以cover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你 就是你对这个行业的 对你的 那你呢 你现在自己的能力 一般会要带一下 带一下自己的能力 你说还有这个位置 一下你万里说 我看了 其实他能put put我在一个good use 对吧 他能非常充分的 把我这个expertise 用得更好 这是一个 是吧 就这从这两个 从这两个来来谈 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反正这都是套路嘛 啊 好这是那个 这是一个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一个那个就是一个incidence来了 一个ticket来了 你怎么deal with他 就是这就是他看你这个 在日常就第下一个问题啊 那个第六个问题 你怎么deal with 这个ticket和solve ratio 这个跟第一个有像 就 跟第一个有点像 其实我们现在同学面试有这样的吧 有有有的人可能会带这个配置的 就是你要你要on hold call 对吧 有你有 所以说那个 如果是你的工作性质有 你比如面试即使是ba 即使是你是做那个consultant的 有可能啊你做developer都有可能去 要要要receive phone call的 了解吧 那我还有一个谈到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 讲一个企业 企业的这个你比如ticket来了 他是一般是怎么样一个 一个过程 就是你比如呃 我那边的生产环境下来了个一宿 一个bug出来 在生产环境下 那是优先机非常高的啊 不要fix 要要快速fix 他应该应该go through什么样的一个life cycle 大家一个这样一个场景大家了解吗 他们应该先open the incident 在这个system里 对然后这个incident 会assign someone to fix it 那就是这样 assign个人后你就是 work on it 然后put the solution and close the incident 对对对 基本上这样 他这样的对是这样的 他那个一般的一个企业 就是我们叫instance take it case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一般的 他要他分了一线支持 二线支持和三线支持 就是 first tier second tier 三 tier 了解吧 一线支持是做什么的 就是那个 有可能是call center 有可能是接电话 一般的一个企业support 有可能是一线支持 所以说在银行很多很多 因为行航的生产环境是绝对要支持的 因为是吧 所以说现在现在有个趋势 银行你会发现啊 你去做support 其实很容易找到工作的 银行 就是你有背景 一般的银行喜欢来做support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要24小时要轮的 那个而且support的这个model越简单越好 大家不要以为觉得一线的support越复杂越好 support就是机械化的 支持是最好的 对吧 support应该让他极大的简化 特别是一线的support 所以一线这个工作 没有就是除了跟客户打交道比较烦 除了你要经常接电话比较烦 比较烦 还有你用值班比较烦 但是对他的support的内容 是非常非常简化的 这是这也是必须的 那support的issue来了 他有可能很复杂呀 那这些这些要是真正他解决不了的 内容怎么办了 所以说我们说一线是接电话 或者来来实时的是吧 来take action 如果解决不了 到二线 二线支持 到二线支持 二线就需要有相应的技术能力了 来做支持的 那二线还解决不了呢 T3 那好吧在一个一个support的团队里面 T3是在哪都在support的团队里面吗 对有可能有可能有的企业里面 比如大的企业事业500强 他的所有的support都在哪 就T3也是他自己来做的 知道吧 也是T4也是也是他的operations团队里面做的开发 最终问题解决不了基本上都是开发 如果是bug到最终解决不了都是开发 所以开发是最后的底线 对吧 那开发解决不了就完蛋了 都是开发 所以说有的是企业是这样的 有的是T1,T3,T2,T3都是operation 就是说你T3技术能力最强的 T2是能有一定的技术能力 一般的话就 就用到T3,T3就用来解决 他是这样的 有的企业他那个开发是在 另外一个团队里面 所以T3如果Incase解决不了 T3也就到这个团队来了 另外一个团队 所以他是这样的 所以说那你了解了这样一个 一个就是你在生产环境下来了一个ticket 然后你就一层层走过来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model一般的在我们在去 展示我们能力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你把你放在哪个T2呢 所以说你就不能把 T3 对 他放了T3 是不是 所以这个要注意 不要说我接到个电话 我就能那个我到系统一查 我就给他解决了 对吧 我那个怎么不能创建一个case 或者我把这个marketing list 就是 不要叫 就是T3 就T3的 是吧 这是 那你也可以做T2 T3都可以了 但T1就是support 知道吧 而且T3的support是不停的在简化 在简化 是吧 好这个大家 你去 想一个case吧 你要想不出来 你来你来找我 好吧 我们再往下走 那个 那个 我回应了 这个官知道多少comment一般这问题反正就就那么两下子也没关系这个倒无所谓了 但是我在面试之前呢 对那个 对那个公司要了解一下 真的要了解一下 是吧 至少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你要能顺口说出来吗 有的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就去了 哈哈哈哈 是吧 就有的英语单词你 啥啥它怎么说吧 说熟了就完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吧 那个 你好了 他说你能这个你怎么map你的base requirement到你的那个technic design 这个问题很大 这个问题很大 其实这个其实我在这只是给大家一个pin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 Base requirement和technic design有什么区别 其实像那个那个Base requirement 其实对我们 其实我们稍微把它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的那个BA specialization 然后呢 在那个technic design 就是这个type-lain design 它就是一个解决方案的 我们如果做开发的开发会会遇到一些type-lain design 那它就是一些解决方案了 像那个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课程上拿到的那个是 是 是 requirement 是 specification 那么大家当然基于它可以做了 因为它非常简单 但是大家如果设想一下 如果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 这是requirement的 在跟你直接能够实施的时候 你需要有设计 有架构设计和具体的技术层面的设计 对不对 你通过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哪些需要customization 哪些不需要gap分析 gap分析当然应该是需求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是要有做的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 但是大家知道 你做那个based analyst的话 实际上你的交付物是specification 知道吧 specification 那我们在specification里面很多很多内容 大家以后以后拿到template 最最大的两块 它有两块 大家要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一个是functional的 一个是non-functional的 好了吧 那这是两个大的一个category functional的 就是你具体的业务的业务流程 知道吧 你比如sales 你marketing 或者你说这个 课程管理 对吧 对吧 而你的non-functional的是什么呢 你的performance 你的performance 你支持多少个用户 你单位时间里头 对吧 它的峰值是多少 它是否可服用 然后它是否scale out 就很用scale 比如你现在是100个用户 我到时候1000个用户 它是不是我系统能平滑的scale 还有等等的availability 还有我们security也是security model 对吧 security也是non-functional的 大家了解吧 所以你们在做这个BA的时候 至少可以从这两个大的层面来分开 一定会有这两块大的东西 那你说BI是 你说我的那个ETL 这个系统集成是属于functional还是non-functional的 如果你说你是做BA 你来做这个dynamic system跟其他系统集成的需求的 包括数据层面的集成 包括业务层面的集成 你是如果做这个方面 你说这个方面你是functional的还是non-functional的 对对对 functional的 还有我们那个你在做dynamic system security model的时候 包括你的那个entity的security behaviour malicious这种behaviour 这些是functional的还是non-functional的 non-functional的 对对 所以non-functional 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 因为BA一定会牵涉到的 non-functional的知道吧 好我们再往下走吧 然后那个 这个can you describe 要你的routine的working day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同学不一样 但是你面试他也不会问到你有可能 但是你每天的working day 从早到晚你心里一定要有数 因为你是在一个真实的职场环境下 像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一下就在我脑海里了出来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在脑海里出现 对我想问一下 我想我也想问一下了解一下 你做BA 比如你做BA 你的一个routine的一个working day 都干啥呀 是不是到办公室 checking email checking your meeting 那个什么schedule 然后看他有些什么就是这样 非常好就是这样 的task 对 没问题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routine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要把它提醒出来 你去面试的时候 因为你要自然来 有这样的问题的 有问的 有的 不是没有的 还不少呢 就问你一天都干什么 你一天到你们公司都干啥呀 我觉得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刚才说的非常好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一点点 我们把它抽象一下 我们再说你在干什么的时候 首先我们看看你的职责是什么 对不对 你BA的职责是什么 BA的职责是什么 对 然后是 就是跟customer打交道 跟IT团队打交道 然后那个 澄清需求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把它整理成specification 对吗 然后你要 你要 然后你要看这个 要 engaged到整个的项目的life cycle 你要看这个bug的savility 对不对 然后你要去做UAT 你要做customer training 是吗 好了 那这里面就有几点了 communication是要有的吧 要跟customer communication 跟ID communication 然后看看项目的状态是要有的吧 对不对 看看有没有新的bug 你是不是要参加那个triage 或者相当的meeting 你要对bug进行分析 看它的based impact 你是否需要 来定义它的priority 是应该及时分析 还是应该 比如那个level3对吧 然后所以说这里面就办成这个整个的沟通交流 你需要跟customer沟通交流吧 然后你写的function strike 让它们review吧 然后你弄完这个要sun off吧 然后你要go through life cycle的管理吧 你需要去看它那个mystone 对好吧 这些直接出来之后 你就自己把它写到纸面上 定一个你的一个routine的背就行了 好吧 对不对 这个可以吧 没有问题吧 因为刚才那个搭的也非常好 但是那个就是那个routine 让他觉得抽象不出来 其实他问你这个routine 你的那个working day 他是想让你 他是想通过这个看到 他是也许没有想象到 但是你要展示出 你这一天 你作为BA 你做一些什么真正BA该做的事情 是吧 所以BA是如此 PM也是如此 developer如此 developer我一去你就做了计算 你给人家就开始扣这个电话 从头到头到头到头 最简单实际上 所以第二Developer 别人不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developer不太会问你 你的routine都做些什么不太会 因为developer就知道天天对的计算 你扣扣到晚就这样 但其他的PM 然后你的BA 包括你的consultant 你都需要 其实每一天跟你每一天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订一个典型的一天就行了 把你这个字加进去就行了 是吧 还有我们到十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今天没有谈到技术问题 我们后面都是技术问题 因为这个是我们最新加上去的 是吧 最新加上去没关系 其实这些问题更重要 技术问题我们都没有难度 这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给大家一些hink 然后呢 这个很好 它就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在这个Dynamic Sam上面 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基于Dynamic Sam 你能做什么 还有呢 你的row 你能做什么样的row 还有呢 那个你把这些row list list一下 这个这个问题是蛮好的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你就说Dynamic Sam能做什么呀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 其实你说哎呀 这个太太厉害 CM太厉害了 你说现在这个CM 确实不光CM解决方案 这啥都能做 可是你得整理一下 是吧 你说关于这个 特别是SR那个model 你说我通过这个 你说我其实在这个做CM 很多解决方案呢 我一大半以上都是exa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能做什么 然后你就举个例子呀 你就拿来带出来 你做了几个项嘛 对不对 你说那个 你比如管你做的那个marketing的那个项 是吧 你还可以做第一种marketing项 然后就你就这样就带出来了 确实它什么都能做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Dynamic Mix CM就像我说的 你愿你们都给我打赌 然后你们给我列出来个系统 如果我不能用Dynamic 3解决的话 我就输你们1000块钱 是吧 这个就是什么都能做 所以这个整理一下吧 这个我其实我们在过程中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 是吧 但是然后但是你说你能做什么样的roll 这个在回答起来的时候 一般是他是想看你 你你说你一般的这个roll不要说我做BA做consultant 我做devilever 我觉得说到你做什么roll的时候要空泛一点 对吧 你说我确实是unprofessional 你说我了解它的business 是吧 我了解它的solution 我了解platform 我也能在上面做customization 是吧 做devilever 这个就是把你的roll 你实际上就是一个CRM professional 这样的一个roll 不要去一下就到了 我能做PM 我能做BA 那你就做不了consultant了 是吧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你们是CRM professional 是吧 这个这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大家稍微的那个做做一下 然后还有还有那个 这些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在这个就是BA specialist的consultant的CRM developer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这个其实和这个 虽然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对大家很有帮助的 因为大家也有这样的问题吧 BA consultant specialist 和那个CM developer很清晰 他很不一样是吧 他是另外他就是做developer做开发的 其实大家往往迷惑的是BA specialist consultant 这个到底有什么有什么不一样是吧 谁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大家我心里都知道吧 如果知道我们不用再提他了 因为在面试的过程中不会问你这个问题 面试是不会问你这个问题的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就行了 大家都知道就行了 我们不再去不再去提他 因为还有一个我在那个我们的 其实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channel里面找到我的视频的那个讲解的都有 对吧 而且我在里面你要这个肉啊 不不熟悉 所以我我专门有一个讲过一个就是来来给大家分析不停的肉他们不同的角色包括他们的薪酬待遇我都给大家在上面做分析了啊 这个没有问题 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先讲 今天我们这个没有特别踏实到我们的question 技术问题 到技术问题我们就很快 是吧 你看因为后面都是技术问题 都是技术问题 都是很多技术问题 所以说那个我们我们在这个下次我们重新把它过完 把所有的这个过完 然后那个大家就好好去过那个圣诞了 然后我们来年再见了啊 下还有还有一个下次我们是在线上了因为那个这边开始装修了啊 好吧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现在有问题吗 大家 这个今天的presentation呢 会给我们发一个什么link吗 呃也行 我到时候把它给给我把它那个放到我们的那个那个那个什么给大家share一下这个link吧啊 大家可以去到着去做些参考是吧 哎没有问题 好的可以 行 大家我看现在还有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了是吧 好了好了没有问题了行行行 听不到了这样子那里 然后这个还这么多的sens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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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行 我们没有问题了大家啊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我好谢谢大家 מא� 好谢谢大家